对了 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最近 我们能不能抽时间 去河北老家看看你的母亲 当老师的 怎么随随便便走 我想表一表心意 不用了 那这样 那你自己抽个时间去买 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寄回去 真的不用了 谢谢你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 黎明 我知道你对我好 更感谢 你总能想到我的母亲 可 可是坦率地讲 到今天为止 我对这个城市 和这个城市里的人 都是感到陌生的 我 你不应该感到陌生 我总觉得 要是 我真的按你给我安排的那样的生活 我就不是我自己了 那是另一个你 那才是真正的你 一个有身份人的女儿 什么 哦 不是 我是说她 我是说你的生父 她也可能是一个 她也可能是一个 有身份 有社会地位的人嘛 来来来 秀植 来 吃菜 来 马老板来了 谢谢马老板 你看我们的人干得多欢哪 马老板请 好 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马老板你尽管提出来 好 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马老板你尽管提出来 怎么还没装好 你们太慢了 宿舍和教室 已经装修好了 教室快 那你们抓点钱 这间呢 是校长办公室 就给你一个人用 你还用得了这么大 都能放下四张桌子了 要学会理直气壮的 去拥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要学会心安理得的当主人 老板娘真是好福气啊 马老板这么年轻 就把事业做得那么大 你先去忙吧 还有一件事 办学的批件已经下来了 还用郁红的校名 还是 这个苏小姐办的吗 是她办的 以后呢 还叫郁红小学 属于民办性质 但收费标准要比 公办小学高得多 这我们的学生怎么负担得起啊 好 这是物价部门的最高限价 我们当然可以不按这个标准来收费 对外我们是民办小学 实质上呢 我们还是民公子弟小学 而且还按公办小学收费标准 每个学习一百七十块钱 我们一会儿再下一站下好吗 我们一会儿再下一站下好吗 好 好 坦白讲 路先生的计划 确实让我很心动 读大学 将来 可以做一名正式的教师 尤其 是他要把我的母亲借到城市里 这一点 我确实很感动 很巧 我那天也提出这个建议 是啊 是很巧 可是 我并不是因为你跟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才要和你说这些的 其实 那天我一见到你 就想把路先生跟我说的事 告诉你 那你为什么没说 我是没说 可是 我不还是决定 继续留在学校里教学了吗 那么 路明的其他要求你答应了 没有 但是 我也没有拒绝 因为 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 给我出出主意吧 两大哥 嗯 嗯 好 好 嗯 到这边修集 Ок 好 走 嗯 月儿 嗯 哼 欸 好 马大哥 你走 我觉得你和陆明不是一家人 我也这样认为 当然 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 差异也获取病重 那他会是真心的吗 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真心的 你觉得我一定应该答应他 这个问题 你应该自己找他 我找过的 我甚至在想 如果我妈知道这件事 她会怎么看 我只是觉得 我妈应该也不会反对吧 但是她也不会喜欢陆明这个人 因为她会担心 你重复她那样的骚扰 对不起 我听说过你拿了我们的钱 不全是 陆明很自信 她说我妈妈一定会喜欢她 以后我知道她错了 我妈 不会喜欢她的性格和委任 其实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喜欢和喜欢 愿意不愿意和那个人组成家庭 她不是说要和你结婚吗 是的 她明确表示 是为了结婚才要和我在一起的 是吗 是的 而且 她最近还总是催我 我想尽快先把结婚证给领了 这些既让我感到困惑 但是 也让我感到很诱惑 说心里话 一个女孩子 尤其 是一个在外漂泊的女孩 谁不渴望 早一点有一个 我属于自己的家 这一点 特别打算 你能确定 她是当真的吗 我感觉是 我感觉 至少 她想领结公众的心情是真的 而且 很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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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真心爱你 一会真的要跟你结婚 这应该是件好事 老大哥 你们这些话 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 当然是真心的 如果她真的爱你 又是那么想接着和你结婚 你不应该觉得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不太理解 陆明为什么 这么急着想结婚 这么急着想结婚 好吧 不说我的事了 咱们 考虑你的这些事 我 我 我还没有考虑过 个人问题 我现在要把全部的经历 放在心里上 你的事业和你的个人问题 有很大关系吗 有 既然与自己 喜爱的女子和家庭 那就应该对这个事情 应该让她得到 她在别人那儿 也可能得到问题 我读过鲁迅先生的上市 我能够深深地理解 物质生活 又不是家庭幸福的全部 我总觉得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最重要的 应该是在人生道路上 携手并进 我是学中文的 当然读过上市 也懂得你说得大了 但现在毕竟 已经不是我们心事了 所以我坚持 别人有的 我必须有的 而且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占用 这不是物质欲 而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价格体系 对于我们农村出来的人 这也尤其是 可是 只要我们尽心尽力 做好我们该做的事 不同样有价值吗 问题是 在今天 你要是没有钱 就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我很高兴能接过你们学校 能为农村出来的孩子们做点事 就知道 真的 现在除了不惜一切代价涨钱 我什么都不考虑 我相信 只要有了钱 什么事情都能管得到 有钱正好 可以让我去完成我所有的工业项目 可以让我去完成我所有的工业项目 我发布出后反馈信息很多 整理出来了吗 整理出来了 好 那等会儿拿给我 好 小李啊 我有事 行动办法一套 你等一套 好 下周 飞红厂就开始交货了 在十天内 分三批把这两万幅电子交据交齐 马总啊 我现在 从学有点紧张了 只要技术指标和交货时间上没有问题 你的第一个战役就胜利了 那倒没有问题 那我应该提前祝贺你 许总 谢谢马总 不过 这只是一个小战役 是我们创民公司的一次牛刀小事 小战役 马总 这两万付 可是将近于两百万的产值啊 我现在担心的是市场的考验 记住那句话 市场是可以用广告造出来的 那就太好了 你知道吗 这几天我一打开电视 就能看到我们的盲文电子交据 就能听到那句广告语 学习盲文 是打开光明之门的钥匙 还有那句 一百元就能聘请一个盲文家庭教师 是啊是啊 一听到马总的这句广告语 我就信心百倍啊 我总觉得我担负着 为残疾人做贡献的那种神圣感 所以 接下来 你要准备下一个大战役了 马总 看来我跟您是跟对了呀 不 应该说 我谢谢你 好了 你出去把小李叫来一下 好嘞 还有 今天苏总来了吗 没有 不过苏总的工作效率很高 他每天只来一次 但是三下五出二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处理了 倒是姜梅好几天没有露面了 我看您干脆把他们分别安 单双日上班算了 免得苏总他老是 好嘞 好了 你去吧 小李啊 最近咱们产品的宣传进行得怎么样了 一句话 社会反应很强烈 那当然了 我们的产品 不仅在中国的IT也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全世界 那也是领先的 何况 这就是对残疾人事业的一种 有效的促进 这样吧 你马上 给马总汇报汇报 小赵 最近你的媒体 连乱寻产跑得怎么样了 我每天都向苏总汇报过 我给你透露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产品一上市 就会在中国的慈善界 引发一场大地震 这样吧 小赵 你把媒体的反馈 马上给马总汇报汇报 从广告播出的第二天开始 就接到了一些社会团体的咨询电话 从第三天开始 这一类的电话就更多了 我们把这些慈善团体进行了登记 他们都有意义 把这项产品作为一种文化福利 赠送给参集人 这些数字我都及时向苏总汇报过了 你呢 这二十几家媒体 我们都电话联系过了 其中十五家 根据苏总的指示 我们去回访过了 有七家是苏总和我们一起去的 这些我都知道了 你谈谈你的那个创新型宣传 不算是广告的宣传 光是那些消息通讯 就占了许多主流媒体的很大的版面 到底宣传效果有多少 你说的具体一点 订货数量天天在增加 只能掌握一个大概数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去吧 我对了 等一下 这是给你们的 谢谢马总 谢谢马总 不 应该说我谢谢你们二位 你们的第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这只是一次小战役 是我们创民公司的一次演习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 以后的大战役当中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有 你们刚才提到的数据和策略 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除了我和苏总以外 不要对任何人讲起 知道了 好 那你们去吧 好 喂 苏曼 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不要安排任何活动 就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 是不是你那天的功课没有做好 把我拉出来当替罪羊 什么功课 江梅那里呗 嗯 这下你该知道江大小姐的厉害了吧 你扯到哪儿去了 不是江梅 是你我和徐辉三人 什么 创名公司的第一个战役 已经大过全胜 我也没好好协议 你这口气 好像是打工仔 给公司挣了大笔钱 老板要嘉奖似的 怎么 讲多少 五万呢 还是十万呢 好了 不开玩笑 说正事儿 虽说我们的开局很顺利 但还远不算挣了大钱 我想 这充其量算是一次演习 大的战役 还没有开始 苏门 创名公司 马上就要在这个城市移民兴任 而且马苏联盟 很快也就要在工商文化界出任逃避 你做好就要准备了吗 要真是有那么一天 少飞 我们这两个人 可就成了重视之地 人家只要动动小指头 就能把我们灭了 人家是谁呀 喂 喂 喂 今天晚上 不行 几个老肖事先约好了 我等你就是了 而且是开着灯等 免得人家又要说我是偷偷摸摸的贼 这两万幅交货以后 许总就抓紧时间 为下面的工作做准备 销售和社会团体联络的事 由苏总在抓 你不要分心 毕竟是第一次上市 我总觉得有点紧张 你要是能回应一下 当初你给我和马总 介绍你开发市场时的雄心壮志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我们三个人 是为了干大事才走了一切的 我们前两个月的努力已经有了不小的收获 现在我们要开始干大事了 具体的计划是 三个月以内 再生产出十万幅盲人电子交据来 十万幅 能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吗 对 十万幅 只有这么大的批量 才能把我们的创名品牌给打出去 否则等那些电子产业的巨头醒过神来 只要插一小手我们就会不战而败 如果按照原来的规矩 十万幅 也就是说 我们要付给飞红厂两百五十万的预付款 钱的事你不用擦心 有我们苏总 你就抓紧去落实一下飞红厂的生产能力 和他们的技术问题 原件基本没问题 至于人手嘛 我想到时候把飞红厂那些下口的工人再收回来 这就解决了 他们还巴不得这么做呢 那好 那你去告诉飞红厂 他们能不能接到我们这十万份订单 观念看他们能不能提前交货 冰贵神速 我们这场战役成败的关键 是能在世界爱隐日之前 有个宣传的最佳时机 所以我要求他们 还是三个月交货 三个月 可是这次的产量是原先的五倍 徐总 现在的商场不是大鱼吃小鱼 而是快鱼吃慢鱼 所以必须得三个月交货 有什么困难让他们提出来 我们可以协助解决 但交货期限没有商量 否则我们换另外的厂家 我们的步子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在咱们老家 长得最快的杨树 寿命也最短 杨猪也是一样 长得越肥越快的 寿命也最短 一个以新产品为起点的企业 如果在创业期间 不能占据行业的制高点 那么它肯定会被淘汰 可是你想过吗 在自然界 凡是成长过败的动植物 死亡衰败的过程也最快 商场更是如此 这些年 垮了那么多的名牌企业 哪个不是因为扩张得太快了 我研究过这些失败的案例 他们会 我马上会不会 我的计划是一年内 拿下三大战役 还要向国外扩张 做到上一的规模 可是眼前呢 没有五百万的资金 能打赢第一场大战役 这两万付 有两百多万的收入 剩下的靠公关 两百多万又不是纯利润 资金缺口还大着呢 你总不会是想让我去演美人计吧 中泰的公关部经理 是靠美人计开展工作的吗 中泰没有那么大的资金缺口 瞎说 拿几百万去盖上千万上亿大厦的房地产商还少吗 这个你知道的不比我多 人家那是卖楼花 对 就是这个思路 我们可以搞预收款和社会赞助 赞助都是给慈善团体和残疾人的 谁会给你企业赞助 购买我们的盲文点子教具 就是赞助发展残疾人的文化事业 当然我们可以试一试 但是一定很难 饿不饿 想不想去吃点宵夜 我请客 大人 如果你有事那就算了 其实我还有一些公司的事想跟你谈一谈 好吧 我们找个地方 现在的关键是能把飞鸿厂的预付款尽量推后 我想找个机会请他们一次 我们三个一起去 哪三个 哪三个 徐辉啊 你想谁 教授姜伟 那你们三个去吧 我现在是在谈工作 看来 不管是什么事你都忘不了姜伟 忘不了姜家 姜伟是创名公司的员工 可是除了中泰邵东家的身份 她会什么 明白了 有了中泰邵东家出面 就等于找了这个城市最有实力的担保 我刚说过 姜伟是创名的员工 至于 别人要把她 当成中泰的邵东家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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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实话 一开始我就特别反对江南到我公司了 因为我和你 正是想和江家脱离关系 才出来办公司的 我们是在为自己办公司 不是为了江家 也不是为了和江家赌气 再说 如果没有江家妇女 也就没有我们的第一通缉 但我希望 那是我们和江家最后一次关系 是吗 在经济上发生的最后一次关系 还有其他方面吗 所以说 就是再多一点其他的联系 也无所谓 你是说你 我说我们俩 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有个预感 我们俩的交往 非和江家纠缠不清不可 但是现在 该是把那些纠缠理理清楚的时候了 该是把那些纠缠理理清楚的时候了 该是把那些纠缠理清楚的时候了 是的 不仅是我 也是你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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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下什么决心了 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江眉 明确地 不给人一点误解 一点期望地说出来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如果他要误会 要期待 那是他的问题 还有 你一直做出我们之间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没有啊 我们有一份共同的事业 我说过 我们是最好的合作者 最默契的朋友 我们相互装着对方的全部秘密 我们无话不说 可是你始终没有明确地 你始终没有明确地跟我说过 说过什么 算了 其实 你已经说过了 不对 我什么也没有说过 你什么也没有说过 你什么也没说过 什么也没有说过 那么现在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说呀 我说 现在不早了 你该再看看时间了 今天你已经看了三次时间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还有事 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开着灯等我吗 我已经等了四个小时 前两个小时 我是开着等 像在灯光下找到我习惯的感觉 没有声音 没有光亮 只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感觉到自己每一个细胞 都在渴望着正在等待的那个人 但是你没有找到 于是你又关了灯 进入了黑暗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可是没有办法 我不得不开始为自己做机事了 是啊 我记住了你的话 你已经二十五岁了 贪婚润嫁对于你这个年龄的姑娘十分重要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是偷的大事 但是今天晚上 我只是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做事 已经到了令某生物的时候了 对 我不能在中海干一辈子 我不能让你找一辈子 那么 你找到了吗 找到什么 找到你愿意 干一辈子的事 和愿意养你一辈子的人吗 这就是我们俩的根本分歧 我不想让别人养 我不愿意永远做别人的花瓶 更何况是那种藏着掖着 不敢明摆出来的花瓶 所以我不是去找 是去做 做得顺利吗 如果你是平心尽气的这句话 我很高兴 这证明 你对我的爱中 还有关心和宽容 你还需要我宽容吗 是的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我做了 令你不开心的事 我希望你能宽容 这么说 你已经做了 我是说以后 是如果哪一天 那么这个如果哪一天 是多久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不管以后了 我们还是谈谈今天 现在 我们该怎么办 还是和以前一样 你愿意来就来 偷偷 你千万不要用 偷偷摸摸这个词好吗 好吧 你愿意来就偷偷地 耐心地坐在这儿等我 直到我们变成仇人 没止 我们 会成为仇人吗 我不希望你 但是看看周围 凡是偷偷摸摸摸的关系 好像 只能有两种结局 要么 公开关系 终成眷属 要么没能守住秘密 翻脸成仇 你说有第三种可能吗 不妙 有第三种可能性 我不妙 不妙 不妙 你 她 你 帅 中文字幕——YK 来啦 你说有特别重要的事 我赶不来吗 谢谢 是董事长在谢我吗 是一个小公司的董事长 在请一个大财团的少东 这样 对 OK 对 是的 那么 是的 好 dialog